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雕记忆更是享誉天下 即德化瓷烧至记忆大成者的 是一位86岁的老人 秋双炯 1932年 秋双炯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的德化县 是德化近代著名陶瓷艺术家 苏学金的第四代传承人 其所创作的中国历史人物 佛 道 儒等瓷塑造型作品 题材广泛 寓意深刻 以精致大气 蕴含中国文化元素而享誉海内外 深受鉴赏家 收藏家和博物馆的青睐 从一个白瓷行业的管理者 转身为白瓷工艺的制作者 为了这一天 秋老已经等待了四十年 德化陶瓷无大气 我现在就变成有大气 这件千手观音 高二点二五米 法相庄严 千手百态 无一雷同 这是秋老通过多年来 对瓷土配方 瓷皮成型 及烧制工艺的总结和实验 功课大型瓷塑 创作 干燥 烧制等难题后 完成的大体量中国白瓷塑作品系列 我们不是有四大文语 所以就想了一个 尝试这种勃胎瓷塑的特殊工艺 那是从头开始试验的 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秋双炯首创了 薄胎瓷塑新工艺 并在水性颜料 右下彩饰工艺方面 获得重大突破 秋老的作品很强调浑然天成 这源于他对自然的观察 将捏 素 雕 刻 楼等不同技法 苦苦琢磨并了然于心 将优质的中国白泥料和精湛技艺融为一体 拓展表现形式和题材 使词雕作品形神色俱佳 唯妙唯俏 独具特色 而秋双炯个人也被授予了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等多个荣誉称号 在不断完善陶瓷科研试验与创作艺术的同时 秋老还坚持传授记忆 当年创办的德化凤狂陶瓷雕塑研究所 已成为当地白瓷技艺研究创新的基地 先后培养出三百多位德化瓷塑人才 他的身上正是老一辈艺术家 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和担当 我原来我生在德化 学在德化 我工作在德化 时时刻刻都立不开陶瓷这两个字 也希望这个产业能够继续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